原调题 毛泽东和甘地 从一座大桥看重印的差异 今天试试印度史上最长铁路兼公路大桥 阿萨姆邦的伯纪比尔桥通车日子 总理莫迪亲自出席了通车仪式 大桥于2002年开工 耗时16年建成通车 总长4.94公里 使用年限为120年 报道称这是印度唯一一座 按照欧洲标准完全焊接的大桥 大喜事啊 当成圣诞礼物大张旗鼓庆贺一下 要是不注意那个小数点 才以为是494公里大桥 不到5公里修了16年 该怎么夸 慢工出细火 质量第一 工匠精神 有的网友说这么短的桥 通车一试在中国连省港都请不到 不要这么恶毒了 你要是了解印度就知道 有多么不容易了 我下午看到新闻时 对4.94公里长度是不敢相信的 怕闹乌龙 反复核对后才真的相信是4.94公里 开舰时间是2002年4月21日 瓦杰帕伊内阁时期 他在今年8月16日去世 很遗憾没能活到大桥通车这一天 原定竣工时间为7年 由财政部和铁道部共同出资 总预算为176.7亿卢比人民币 一元约为10卢比 是1985年提出的国家重点工程 神游到2007年 还没进入主体工程阶段 估计三哥修桥是修睡着了 就是在跳舞2008年 才死了心 把大桥主体工程 交给一家德国公司合建 为什么不交给中国公司呢 自尊心还是要的 德国人方案不错 但速度还是快不起来 雨天不休 天冷不休 天热不休 继续磨洋工磨了十年 才算完工 费用努力增加到了499亿卢比 成本差不多是一公里100亿卢比 而且是在河上建桥 估计兔子都看得眼红 平均大约每天修85厘米 这效率 在中国估计要被甲方起诉 不管怎么说 毕竟是建成了 能建成就是奇迹 桥是短的 但灵魂是无限自由的 那是 民主的力量 这种类型桥梁 对基建狂魔来说 别说十六年 就算十六个月休五公里 怎么好意思出来跟人打招呼 中印两国为什么差异那么大 不想说差距 怕刺激到某些民族粉的小心灵 先说国家结构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 中央的规划到了地方上 执行力度完全不同 再说决策机制 重大项目 印度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 都能吵着十年八年 利益必须见者有份 桥梁如此 公路也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 中印两国的基本工业体系 和人的素质完全不同 尽管两国都是二战后 真正获得了独立 为什么发展速度会完全不同 这必须得从毛泽东和甘的说起 刘旭牺牲得来的独立自由 与向殖民者哀求得来的独立自由 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创建了一个新世界 后者在旧体制泥潭里打滚 甘地被西方称为圣雄 很大程度是由于他的妥协和软弱 无论是对外部的掠夺者 还是内部的地主阶层 甘地都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态度 英国人走了之后 印度面貌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联邦制 英国留下的 议会内阁制 英国留下的 非工业化 英国留下的这样一座桥梁 短短五公里不到 居然迫于无奈要找德国人帮忙 可以折射进度的工业化水平 毛泽东这一代人 则给中国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基建狂魔不是凭空而来的 工业化梦想 在清卫民初就开始了 最早是官都商办 由社会出资 我以盛宣怀的电报事业为例写过 股东出于自身利益 拒绝铺设难以产生经济交易的军事线路 一战期间 中国得到了发展机会 但兴起的是轻工业 没有重工业做根基 列强们打完回来 很快便自生自灭了 重工业需要集中大量资金投入 1949年之前 始终无法解决银行资本问题 1949年之后 银行问题解决 资本全部掌握在了国家手中 当时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只管两家银行 一 中国银行 二 公司合营银行 人民银行功能 货币发行 组织资金发放贷款 管理流动资金 代理国库 办理外汇收支和国际清算 中国银行 前身是大清银行 民国实为官僚资本控制 1949后 成了专管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 公司合营银行 由60多家商业银行和钱庄合并 1953年成立后 专业负责民间储蓄 财政部管着时 建行 交行 农行后因业务重叠撤销 1979年恢复 人民保险公司 太平洋保险公司 公司合营 困扰中国多年的工业资金问题解决了 不再受外国银行和国内资本方的影响 否则 一些长期建设资金 是得不到股东同意的 也无法大量集中 说起来容易 但这要触及多少人的利益 这些商业银行 如新华 中国实业 四名 中国通商 建业 国华 浙江星业 合成 圆圆长 巨星城 浙江第一银行 沿业 金城 大陆 中南 谁能将他们的资金 集中起来 为国家合理使用 毛泽东他们做到了 干地敢吗 得罪这些人 跟他们抱团 才会有个人利益 家族利益 只有无私的人民领袖 能做到这一点 1953年到1957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 投入了资金车和黄金为七亿两 每分钱都来之不易 向西方借 到今天为止 借了IMF 世界银行前的国家 哪个不是被控制 有的还在债务泥潭里打滚 毛泽东工业化思路和逻辑 中国经济十分落后 农业 工业皆是如此 会在相当时间内处于贫困状态 这是一个务实的判断 关键是如何改变这种处境 不走工业化道路 是不可能改变这种处境的 工业化要求 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 就必须在充分发展农业的基础上 优先发展重工业 西方发达国家 工业化的起因 都是源于利润动力 所以 一般是轻工业繁荣在先私人 中工业发力 再后政府和垄断组织 中国则必须倒过来 当时如果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老路 一 意味着 经济仍然要依赖外国 放弃对农业 手工业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 意味着 放弃拥有巩固的国防 在帝国主义威胁下 疲于奔命 建设无从谈起 优先发展重工业 一 才能使中国的全部就工业 运输业和农业的改造和发展 获得必要装备 二 才能使商业发展 得到更有利条件 三 才能提高工业就业人数和水平 从国际环境看 中国不如日本 西德等国 他们有美国的扶持 代价是主权 但中国比1917年的苏维埃俄国要有力 没有四面八方的敌人反扑 打了抗美援仇 蒋介石在小岛上顶多只能骚扰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 便没有人民的福利 便没有 国家的富强论联合政府 工业化是新中国最迫切最根本的利益所在 这是历史必然性决定的 毛泽东是看透了清末以来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失败原因 主观上 袁世凯 孙中山 蒋介石都希望工业化 但有没有能力创造客观条件是另一个问题 列强在中国时 只允许中国发展新工业 而且是不三不四 依赖性极强的工业布局 采矿 铁路建设是否开展 根据列强利益而决定 民族资产阶级吗 爱国 但软弱无力 工业化不是一个孤立问题 它关系到农业问题 思想问题 外源问题等等 当时有人反对工业化 将农业和工业对立起来 也有人认为跟苏联关系好 就可以不用这么急 就可以不要自力更生 所以 那个年代老是充满着批判和争论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 最大改变是 国家经济不再依赖于私人资本 而是私人资本依赖于国家经济 这个手段就是公私和 银河定息制度 很复杂 省略一万字 从银行业到工商业改造 是一个雷厉风行的过程 该得罪的都得罪了 每五十年代这些改造 就没有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客观条件 印度 1947年独立 甘迪1948年却是 国大党继承甘迪精神 好死不如爱活着 连铁路还在用英国殖民时代的 地府不能得罪 资本集团不能得罪 地方势力不能得罪 文人不能得罪 做好人当然有利可图 坏人都留给后代去做 火车 依旧悠闲通风 厕所 款式拨的 厕所不知在哪里 武器 进口为主 2018年了还有众兴致 印度再不努力 梦买就要被上海赶上了 一个是基建狂魔 一个是基建狂魔 明天是老人家诞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